在我国嫦娥4号还未登月之前,月球的背面一向是神秘的,因为重力梯度从而使天体永远稳定地以同一面对着另一个天体。 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就是这样,这种现象叫做潮汐锁定,因此我们无法从地球上直接观测到月球背面。 于是为了揭示月球背面的真实性质,人类开始绕月球运行。 但是不久之后,美苏停止掉所有登月的计划,反而去研究火星。 从美国和苏联的文件中都提到了,他们在探测月球背面时发现了有不明物体跟着探测器。 而且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月球背面有许多奇特的建筑,于是有人就怀疑月球背面是外星人的基地。 美国还阻止各国查看月球背面,那么月球背面到底有什么? 就在今年的1月3日上午10点26分,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。 这是人类探测器第一次稳定地降落在月球背面。 当月成功的消息刚出现不久,我们就看到了嫦娥四号通过雀桥中继星, 传过了世界上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球背面照片,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一眼望去,寸草不生,能看到的只有一个大坑, 除此之外,啥都没有,也就根本没有之前所传的不明物体了。 而此次登月还有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,那就是嫦娥四号把种子带上太空, 在月球种植棉花树栽种子并顺利发芽。 但可惜的是,嫦娥四号月球嫩芽,不低零下170度宇宙低温,嫩芽已经死了, 不过这依然为我国的后续发展,打下了基础。 数年来,人类耗费了巨额的财力、物力和人力, 试图去找到地球之外其他生命的存在。 虽说生命的诞生是极其偶然的事件, 但概率学告诉我们,只要存在的事情就必然有普遍性。 很多人都相信,在宇宙中有无数颗行星, 地球不应该是唯一有生命的星球。 人类也不应该是宇宙中唯一的高等智慧生物。 我们曾试图在金星和火星上寻找生命, 可是我们除了恶劣的环境之外,一无所获。 而当我们把目光瞄准木卫二、土卫六等有条件孕育生命的卫星时, 我们又发现生命出现在那里,可能要等到四十亿年之后了。 那时太阳变成红巨星, 木卫二和土卫六才会接受更多阳光的照射, 进而演化出太阳系晚期的生命。 不过,事情总是存在转机。 7月14日,英国的太阳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火星的报道。 在附上的照片中,我们惊奇地发现, 在火星地表上有一个类似猪头的东西, 那个猪头呈蓝绿色, 就像地球上的猪被宇宙射线辐射过一样。 它似乎生存在地下, 这次探出头来不知道是为了寻找什么。 难道说火星上有火星猪的存在? 在短暂的兴奋过后, 很多读者都开始恢复冷静。 首先,如果火星真的存在生命, 那么以火星和地球巨大的环境差异来说, 它们应该不同才对。 这张照片上的猪头很可能就是一块形状怪异的岩石。 其次,太阳报一直都喜欢通过片面或者虚假的报道来吸引读者的眼球。 而且, NASA官方一直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。 根据它们以前的做法, 这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。 其实, 从探测器传回的火星照片里, 发现奇怪的物体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。 之前, 有一张照片中曾经有三座类似金字塔的建筑。 很多人甚至怀疑火星上存在高级火星文明, 并在几千多年前访问过地球, 给古埃及人和玛雅人传输了许多天文历法的知识。 最终, 科学家经过细细的分析才发现, 那不过是几座火山而已。 在特定的角度和阴影, 才会让我们误认为那是火星上的金字塔。 不过一些天文爱好者并没有死心。 在火星猪头被发现几天以前, 好奇号火星车曾拍下一张惊奇的照片。 照片中存在一个不明的飞行物, 似乎在高速的向前飞行。 如果是在地球上, 我们大可认为那是一只鸟, 或者是一架飞机, 一个热气球。 可是在火星, 理论上以上任何物体都不应该出现在这张照片中。 对此, NASA官方依旧未给出任何解释。 我觉得, 火星上没有猪和鸟, 那个不明飞行物很可能是火星探测器飞过火星时, 恰好被好奇号拍下来而已。 以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, 由于火星拥有温暖气候的时间太短, 火星大概率不曾出现过多细胞的生命形式, 可是很有可能诞生过简单的单细胞生命形式。 我相信, 解开火星生命之谜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。